為什麼會由你已經發展的一個文學界 跳了去飲食 我不做了一輩子職員 電影、音樂、文學三方面你都對我 我扮專業 大家好 我是廣碼佬 今天很開心來到這裡和莊藥見面 其實我不是第一次來這間店 我回想大概兩年前左右 是2021年12月31日 為什麼我會記得這麼清楚 就是當時有一群朋友 整個場包了是做一個年尾的派對 我是有幸參與其中的 當時我來到的時候 已經覺得這間店很特別 而且播放很多很漂亮的音樂 而那個裝修也很吸引我 除了裝修這個硬件之外 軟件就是老闆 就坐在我身邊這位 我知道他的背景之後 我更加想來訪問他 但是就一直拖拖拖拖 拖到現在我才滴起心肝 今天就來訪問莊藥 我其實今天做這個訪問是很有壓力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遇到高手 他是見識廣博的問人 希望我這個訪問 我不會出醜了 好 其實今天就是很多問題想問莊藥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會認識他 不過你都自我介紹一下 或者有些觀眾都未必認識太熟悉 我是第一次用廣庫話 說張藥這個詞 好像是張佬藥 張作藥 當然不是 我在三十多年前我是偏執 但二十多年前我隨時開餐館 我想問莊藥這個名字是真名還是藝名 是筆名 筆名 筆名 你介不介意那個真名 還是你一向都用筆名 我姓熊的 英雄的熊 不是英雄的熊 九熊的熊 你姓那個熊 即是我們叮當大熊的熊 很少人用這個 九熊 九熊 是不是三點水那個 啤 啤 四點水 明白明白 底下有四點 上面一個可能 明白明白明白 我說熊的 港府是叫熊 客家人是叫熊 為什麼你會有莊藥這個筆名 是你自己改還是別人的 其實是隨便的 那時候年輕 大概二十多歲 第一次寫作 隨便就寫個名字 隨便都這麼有詩意 真的隨便還是背後有些原因 可能我喜歡莊子 莊子 那藥呢 好似的意思 好似莊子的意思 原來背後有原因 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到 你以前從事文學有關的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其實是哪一方面的 文學 其實我那時候 我編的筆字 我寫很多 介紹的小朋友 朋友 年輕人 怎樣看電影 怎樣寫 怎樣聽歌 那時候 那時候 我介紹的東西 我認識的東西 其實是文青 不是文青 文青 現在就叫做文青 你剛才看到電影音樂文學三方面都對 大家可能看到後面有很多唱碟 我剛才已經靜悄悄問了 莊藥後面多少錢 我不會爆給你聽 你想知道就自己來看看 其實除了這一道小部分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膠碟 對不對 那你怎樣收藏膠碟 其實大概是八九年前 我有個朋友去賣膠碟 去吸引我 賣膠碟 送給我一架機 送給我一張碟 引我進去 那之前呢 之前我讀書的時候 我當時有聽過那些劇集 很多人都沒見過 我見過 我夠老 那裡有幾塊 剛才我那裡見到 那時候我們那些文青 就是聽歌是聽有意義的 又不是說你唱得漂亮就可以了 而是說你寫歌漂亮 寫歌漂亮 寫出自己的心情 所以我唱上面那些 這些套碟全部是songwriter 全部是托者 即是現在說的叫做唱作人 他又是唱又是作那個 那我最有興趣就是我以下這條問題 或者很多觀眾都會有以下這個疑問 為什麼會這麼大膽 由你已經發展了的一個文學界 跳去飲食呢 其實我經常講的笑話 因為在馬來西亞寫的東西是找不到色 如果我要入報館做工 就是找到死 但是報館做工 在我的階段是說 我做了主片的職位 我不能做得細職員 所以我兩頭不到案 所以 剛好在20年前 有人介紹我 我本來想開書店 馬六甲 馬六甲 開一間書店 為什麼 有朋友說 不如這個 因為是一個古老的舊屋 荷蘭街的舊屋 有人有介紹 不如整個vizzaro 有人會整個vizzaro 好啊 好啊 vizzaro都不錯 這樣做很隨便的一個決定 很隨便的一個決定 這樣就改變了 因為我買書 書買完了 沒有錢再買了 那個vizzaro還在這裡 還做vizzaro給人吃 哈哈哈哈 那就是 無心插柳扭成音 真的 所以我這樣說 餐館是做得 做得賺點錢 雖然我這幾年 都不是賺很多 是嗎 虧虧很多 不是賺很多 但是呢 比起寫字 寫文 都會好些 好些 所以我經常跟他說 這些叫做 狗急跳牆 哦 但是我是一隻好狗 這一間店 應該不是你第一間店 是的 很多間了 很多間了 但是我所知 有一間是否叫椰子屋 曾經開過 是在馬六甲 椰子屋 我雜誌的名字叫做椰子屋 但不是間店 本來不是間店 是雜誌的名字 我開店的時候 索性就叫做椰子屋 但是 開了這麼多年 變了這麼多東西 椰子屋這個名字 很多人都以為是中餐 不認爲是意大利 不認識的人 所以我就改名字 你的索性就改名字 你那時候開椰子屋 都是做意大利 一直都是意大利 沒有變過 從來都沒有做過中餐 我甚至聽到椰子屋的時候 我以為是馬來餐 因為馬來餐很多時候用椰汁 椰糕等等 我都會有一點點誤會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這間店的設計 有什麼是你的元素 去放進去 和食物是融合一起的 你有沒有這個想法 當你設計這間店 因為我見到的裝修 其實不是隨隨便便 真的很精緻 尤其是我這張桌 可能大家見不到 我剛才想移這張桌 都不是那麼容易 這張桌很重 三個人 我用我的淺薄的知識 這張應該是很實的實木 是真木 不是普普通通的桌 各樣東西 給我的感覺 你花了很多心機 不是隨隨短片 你怎樣把這些東西 融合去想帶給食客 有客人 有很多客人 其實我做事很簡單 這間店沒有我不喜歡的東西 我選擇的時候已經選擇過 沒有我不喜歡的東西 這樣做變得更容易 這塊桌子 這個木是馬六街的廠 廠全部收了一些舊木 你拆了那些屋子 那些屋子已經被拆了 那些木已經很硬 很硬 很硬 很長 所以這些木是很硬 所以我剛才移極都移不到 還有我一個做建築師的朋友 給我設計 由此可見 莊藥 這裏所有的設計 正如他剛才所說 不喜歡的東西 已經拆走了 所以所有東西 你進來都會感覺到 很別樹一格 我可以形容 這個是和煮食 和寫文章一樣 我寫一篇小說 有很多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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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必要的東西 要出去 一味生的 一味鹹的 不是家的 是家的 煮食也是 好似這個建築物 原裝是沒有蒜米的 沒有放酸米的 我還沒有放蒜米 沒有放奶油的 我還沒有放奶油 所以去做建築物 我看到這碟 是很漂亮的 這碟算不算是黃牌 是黃牌 每天都有很多人叫 每天都有很多人叫 是否現在做優惠價給食客 即是在午餐的時候 我現在有一個優惠 如果是誰來吃我的東西 拍張照 接上哪裏都好 我做給你5%的支持 那是否有些套餐 聽說是全天都有的 沒有了 加了午餐 15塊錢 有咖啡 有一個小麵 15塊錢 15塊錢 是包括加加的 沒有加加的 15塊錢 就是給15塊錢 有卡波拿華 或者有披薩 或者其他的東西 不是卡波拿華 是阿里奧里奧 其實很漂亮 都很漂亮 總之就是15塊錢 可以享受這麼漂亮的環境之餘 有音樂廳 又有咖啡 還有一碟這麼漂亮的食物 我覺得很划算 你外面吃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十幾塊錢 是呀 真的很划算 所以大家有時間來 不過重點又要回來 因為我今天是有個心來學習 所以我再想問多一點點 我記得你用一個文學家 我們聯絡的時候 莊若用一個文學家說 這個文學家提出了一個意念 是說食物和音樂的 是不是這樣 可以解釋一下給觀眾嗎 大概是這樣的 那個 怎麼說 中文叫做 林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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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語堂是用英文來寫作的 他寫了一本書 《生活的藝術》 吃東西的時候 他那些滿足感 他很懷疑 到底這些滿足感 究竟是肉體的 你飽吐是肉體的 或者是心靈的 是好像你的心的感覺 其實這些東西是不能分的 很難分的 有時候我們想分你做什麼呢 我們煮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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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好吃 好像我們喝一碗好的湯 喝一碗湯 很美味 我覺得很美 我希望我做的東西 有這樣的功能 你吃到真的很美 希望食客也感受到你這個方向 我們意大利人有一個活動 還有運動的就是蠻食 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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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food 他不是說煮東西特別慢 他是絕食的反應詞 爲什麼呢 你做得是把食物放回桌子上 那些家人不可以看手機,不可以看什麼 吃東西,口好的說話 回覆你傳統的享受 我很喜歡這樣的確認 我見到意大利人吃意粉就不像我們那樣 不斷吃,它是慢慢卷卷卷 是否真的要這樣? 又不是,但總之是說 我看過一齣電影很少,叫做蒲公英,是日本戲 叫做什麼名字? 蒲公英,是日本戲 是說食物的 一個教師,很斯文的 教他的學生,那些女人,那些貴婦 怎樣吃香菇,慢慢來吃 怎知旁邊一個意大利人 吃得很好吃 這個反差很有趣 反差,他的學員全部看到 真的好吃,這樣好吃更好吃 明白你的意思 你明白我的意思 食物是說一個民族 他的天生意大利 例如是禮教的 但是規矩一點 西餐要用叉 就是叉刀要擺哪裏都有很多 但是你如果做得好的話 你用手吃也好吃 是嗎? 好像法國人 法國人在意大利人教他怎樣煮食 法國人 他們意大利人未教法國人怎樣煮食 他們真的用手吃東西 他不懂用拆叉 還是很夜晚的事情 大家看不見我的眼睛 我聽到很多東西 學到很多東西 有關原來吃東西 就不是好像我一路的理解 就是好吃 就這樣吃 原來是有頭腦上的好吃 真的胃口上的好吃 是有這些很大的分別 其實很簡單 你吃得好吃就是好吃 總之不要管那個觀感 是來自哪裏 總之好吃就是好吃 最單純的感覺 是不是這樣 對 有很多台灣式 日本式 意大利 他們做得很精緻 我見過 茄汁全部做得很幼細 那些是日本式的意大利菜 他們有一個人一式 台灣又學到日本人的 因為台灣有抄日本 有 他們煮的東西 其實不太不意大 意大利其實跟我們華人差不多 番茄醬是放在鍋裡 搞得整個爛了 不是整個磨碎去做茄汁 不是這樣的意大利 明白 好 那最後一條問題 問一下莊藥 未來餐廳有什麼發展方向 我現在正在準備著 我想學一些東西 教給別人 除了我餐館經營好些 比你生意好些 我會 可能會 叫一些人幫忙 我們一起做一個 一個class 我教人 幫人 這樣 我把我的餐館 變成一個 好像宣傳慢食的餐館 怎樣來享受一份音樂 你有空來 我來聊聊電影 聊聊社作 聊聊食物 聊聊食物 可以跟莊藥交流交流 對 我有一個說話 我很為人試 我很喜歡 推計 好 多謝你接受訪問 多謝多謝 我現在都吃了這碟 卡邦奈蘭 先吃一碗 其實我聞了很久 很想吃 但因為拍的緣故 所以我沒得吃 多謝大家看這一集 拜拜 謝謝 吃一下 爛了 你看好吃嗎 我聞了 芝士味好香 這些肉都燒得非常香 不會過鹹 好正 真心 真心覺得 是推薦的 大家有時間就來吧 對 牡畫 過 幫我 牡掩 少耳 厚 來 這裡 各 公製 切 牡 華 很 似… 馬